為了鼓勵年輕族人學習傳統歌謠 台東布農族青年永續發展協會 與樹的科技大學共同舉辦第一屆 圓音杯Mamadu族語歌唱大賽 希望透過比賽呈現部落特有的 音樂風格和文化特色 我們平常年輕人在部落的消遣處 很常去部落的卡奧可以唱歌 然後在這邊認識朋友啊 聯誼啊 可是我們想說 如果我們有一天 在卡拉OK裡面 我們也可以去唱我們自己 布農族的歌謠 可以讓我們的文化 可以有很多不同方式的展現 在部落卡拉OK舉辦族語歌唱比賽 現場雖然沒有專業的音響設備 以及族語歌謠辦唱帶 但每位參賽者上台都全力以赴 學生們也希望趁這次活動 加深對布農族文化的認識 這有很濃厚的布農族文化 然後如果想要提升自己對原民青年的意識 然後還有對於部落的發展 然後跟未來的走向的話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歌唱比賽我也是滿緊張的 也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表演 而主辦單位也表示 近年來台灣原住民音樂 逐漸被國際主流媒體重視 希望透過活動鼓勵年輕族人演唱傳統歌謠 也期待未來有更多人 共同加入學習的行列 原始人有本家家的漫談都已經平常報到